吃吧 这一路上你肯定会坏 谢谢小大哥 这个男人对漂亮姐姐真好 长得也好 多吃点 不像我的师兄们 一个个张头鼠目 搓手搓脚的 看了就让人倒胃口 可是 那个姐姐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样呢 修炼此树 须专心一致 心无旁骛 树成 万青年年随心所欲 树败 一生丑陋 不苦予 唯有死而复生 方可解脱 赴颜语 万青年年随心所欲 这万青年年术不再太有趣了 我一定练成它 阿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偷看我的秘籍 没有我星宿老仙的指点 你以为你练得成五万千荣燕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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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进去看看 走 掌柜的 几位客官 里面请 掌柜的 你们两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紫衣服 又蒙着灭纱的丑姑娘进来 哦 紫衣姑娘 看到了 转了一圈就出去了 好像往那边跑了 那我怎么没看到 别骗本大爷 是你自己问我的 信不信西听尊便 来 小大哥 走 好玩好玩真是太好玩了 骗了人 还可以在后面射毒针 真是太好玩了 这小姑娘太很多了 喂 我又不认识你 要你管 刚才还觉得你不错呢 原来也是个讨厌鬼 走走走 小师妹 你怎么可以随便射毒针 杀死他们 怪你呀 他们都是替你死的 谁让你说我是丑姑娘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以前有多美吗 小师妹 你偷了师父的宝贝 赶快乖乖跟我回去 或许师父 还能饶了你的性命 师父那么喜欢我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这天大地大 有太多东西可以玩了 等我玩够了 自然就会回去的 师父 您老家怎么来了 猪头 居然敢惹我 还想抓我 真是自不料理 无形粉 原来是星宿派的弟子 怪我得这么很多 喂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你居然能躲过我的无形粉 看来你真有两下子 放开我 疼死我了 小大哥 我们现在没事就算了吧 我看他只是淘气贪玩 别跟他认真 好 还是漂亮姐姐人好 又善良 不像你 一点都不懂连香西语 对了 姐姐 我跟你说可是啊 我以前啊 跟你长得一样的美 而且是一模一样 看到你啊 就像看到我自己一样 真的 好有趣啊 看来这位姑娘 跟我还挺有缘的 这世上哪有 长得一模一样的 她真是随口胡说 别理她 今天算你运气好 凭你这种瞎散乱本领 尽量还是少出门 少给自己找麻烦 你竟敢羞辱我 是你自举欺辱 快走吧 免得又有第二拨人追上来 对了 不跟你计较 你这个家伙 竟敢瞧不起本姑娘 本姑娘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今天是看在这个 漂亮姐姐的份上 我就摇了你 下回啊 一定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星宿龙怪 会的竟是些歹毒的武功 他要是到了中原 肯定又是中原武林的 一场灾难 小大哥 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大恶人 就别管其他的事了 我只是吓下他而已 并没有伤他的意思 难道这样就被吓晕了 这金锁片 怎么在他身上 那他到底是 主公 这金锁片 是我送给阿兴的 好 那 这姑娘她是 楚兄弟 我先带她回竹屋去 楚兄弟在镇上遇见段银庆 受了重伤 你赶快去找她 是 属下遵命 阿兹 グル 阿兹 好了 他 阿兹 他们 是 小大哥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小大哥 没发生什么事吧 我找到段正纯了 段正纯 他在哪里啊 没想到 枕南王段正纯 是小京湖的男主人 朱兄弟的主公 是他 可他看起来 真的不像是个大恶人哪 是我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 错不了他 你这个臭丫头 你给我闭嘴 没想到辣椒 都堵不住你的臭嘴 你才闭嘴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竟如此刁钻阴险 段正纯乃堂堂大力镇南王 绝不允许你一再 侮辱我的兄弟 段正纯 他就是段正纯 难怪朱兄弟我叫他主公 他就是大力镇南王 小大哥 你千万要冷静 不可轻举妄动啊 快看 现在既然已经知道 段正纯就在这里 那我们也不用太着急了 再说了 虽然现在 他身边跟着的人不多 但是他毕竟是大力镇南王 谁也不知道 背后还有多少人在保护他 一个 两个 五个 你可以对付得了 万一人更多呢 我们还是小心了也好 那朱兄弟即使身受重伤 也忠义护主 欣喜他的安危 可见 他手下应该也是重甘义胆质 势必会拼死护主 这样动起手来 我怕会伤其无辜 待我约他私下决斗 他同意最好 否则 我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段正春 把你害得这么残 难为萧大哥 还要再忍耐一下 不过 我们可以在这里 顺利地找到他 已经算是幸运了 万一要去了大理 他有千军万马保护 我们又奈他很好 不错 此时 无论如何 也要有个结果 这金锁片 是咱们在酒馆碰见的 那个紫衣姑娘的 从上面的字来看 这个金锁片 跟我的应该是一朵 还是漂亮姐姐人好又善良 不像你一点都不懂得淋香西语 对了 姐姐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以前啊 跟你长得一样美 而且是一模一样 看着你啊 就像看见我自己一样 真的 好有趣啊 难道那位姑娘 是我的孪生姐妹 小大哥 你说这个金锁片 是那个姑娘的 那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呢 是他们匆忙离开 是遗落的 他现在人在哪儿 被段正纯 带回主屋了 又是段正纯 听着哭声 怎么这么伤心啊 那个紫衣姑娘 是不是他们的女儿 我看到紫衣姑娘 被段正纯的掌缝给打晕了 当时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们进入问个明白就是 好 那个金锁片上客栈 湖边处 嬴嬴绿 抱平安 多喜 怎么说 这个紫衣小婚 真的是我们的女儿 是啊 当初就是我 亲手把你给我的两块金锁 分别带在他们姐妹身上的 大女儿那块鲜针 天上 小心 亮晶晶 有残 有残 长安啊 那眼前这个 就是我们的小女儿 你怎么会伸手打死自己的女儿 你怎么会这样 就算你没有害死自己的女儿 你也杀了我的父母 义父义母 还有我的恩师 你手上沾的血腥 是你这辈子都洗不掉的 你 阿珠 你怎么了 阿珠 来 坐 阿珠 你脸色好苍微 看样子你身体还没有复原 我没事 小大哥 现在终于可以给你爹娘报仇了 不错 刚才在树林里 要不是那个紫衣姑娘 突然被段正纯的掌风给打晕了 我恨没得一张把她打死 好 知道了 你是不是有天啊 也就是 reflections 是不是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